請問老闆 請問老闆 求職難不難 請問老闆 我是主持人黃若瑋 今天要跟大家來聊聊 疫情在這三年當中 其實最辛苦的不外乎是 餐飲業還有就是手當其衝的飯店業了 不過在這段時間裡頭 相信有很多的飯店業 都會面臨一些像是裁員 五星價等等 不過這一間連鎖飯店 他們不但是不裁員不減薪 甚至在現在疫情鬆綁之後 他們還調薪 調薪的幅度達到了百分之六 這麼佛心的飯店 大家一定都很好奇 到底是哪一家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了 芙蓉大飯店的副總經理 譚玉梅 還有連續蟬聯五屆 全台最美飯店的 芙蓉淡水魚人碼頭店的總經理 陳柏宏 讓我們有熱烈的掌聲 歡迎他們 歡迎來到請問老闆 好 首先就要先恭喜淡水魚人碼頭店了 連續五年蟬聯全台最美飯店 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實至名歸 可不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喜歡你們的飯店 會覺得你們的飯店如此的美麗 淡水從大飯店魚人碼頭呢 本身就位於淡水魚人碼頭風景區 自然環境 本身整個景區範圍達15公頃 所以其實在飯店本身就在這種天然環境 有河有海有山 還有最美麗的世界十大的一個夕陽美景 那再加上我們鄰近的一些景點 那本身飯店的造型也十分獨特 所以其實在這個飯店一踏進來 就是到處都是非常美 然後非常值得拍照打卡 那另外我們在親子上面 親子的課程上面主打的就是說 有親子的一個設施 不管是天后好或天后不好 我們室內外的一個設施跟活動 都是符合十分符合親子的一個範疇 包括我們有各式各樣的主題房 其中最熱賣的就是露營主題房 那這樣的主題房 其實也是因應疫情後 產生的一個主題房 那一推出竟然是熱賣到一個不行 露營房 是的 在飯店裡面搭帳篷嗎 是的 因為福隆大飯店淡水園碼頭這邊 每一個客房最小的坪數是13.5坪 那有些樓層會有一個非常大的陽台 這個大陽台就超過10坪大 陽台10坪大 對 10坪大 而且是面海 面海景 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就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 父母親都怕群聚感染 都不敢到戶外 那可是又想錄影那怎麼辦 我們就是根據客人的喜好需求 我們打造一個非常 在疫情期間非常安全的一個環境之下 就在房間自己露營 那也不敢去游泳 我們就裝個小游泳池 在房間陽台 因為我們陽台 老闆蓋得夠大 而且我們在露營房的帳篷 是真的帳篷 不是兒童玩的那種帳篷 我們是比照就是在戶外露營所有的設備 大人可以睡的 一樣都可以睡 包括露營椅 包括焚火台 包括露營燈 這些一應俱全 然後在餐飲配合上面 我們也搭配露營的一個氛圍 我們就把餐點做成野餐欄 直接送到飯店的房間裡面 還有那個野餐店 所以真的在自己房間陽台露營 然後又看著美麗的風景 然後又安全的環境之下 這樣的產品推出真的大賣 剛剛說到美景 好像還有煙火秀 是嗎 大家看到這是我們的跨年煙火秀 還有七夕情人節的煙火秀 那每年我們在 其實淡水一年四季都可以玩 春晚就是賞花 賞櫻花各種花 然後夏呢就是有水舞 我們在漁港裡面有水舞 那到了秋天 接近那個 泡湯 對 泡湯 我們本身也有溫泉 是我們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三溫暖也有溫泉 黃金美人湯對不對 對 那本身飯店就是零河第一排 那一種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煙火在你眼前炸開的景象 那種震撼度 而且我們還有一支 全台唯一的360度景觀塔 我們可以搭乘景觀塔 上去看煙火 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那我還想問問 你們的在地小農合作 好像很多美食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因為淡水本身有山有海 那山海的一個特產特別多 好像舉例說明 我們大概在五月 一般大家都認為黃 南瓜是在萬聖節 可是告訴各位同學 各位觀眾 淡水的南瓜盛產在五月份 大南瓜比賽五六月份的時候 這時候的南瓜非常好吃 那我們就會跟當地的農會 還有小農去做合作 我們合作的模式 人家是說跟小農去買菜 我們不只跟他去合作 我們還帶蛋糕 所以基本上我們跟飯店的一群小編 其實跟這些小農大家感情都很好 所以相對的有一些食材 有一些季節性的食材 我們都會運用在上面 像南瓜 角白筍 還有一些地瓜 一些養生的蔬菜 還有淡水很有名的那個 布拉奇小卷米粉 因為有 有隔有海 不要再講了 我肚子有點餓 真的是 天啊 Tina我現在就想沖去吃 而且我知道還有阿基石坐鎮嘛 對不對 對 所以我之前特別 每次去淡水 然後都會去芙蓉 就是為了吃 那在芙蓉這邊 我也知道說 有很多美景 像是我們大家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芙蓉沙雕祭 是的 那在芙蓉這邊 芙蓉的芙蓉點 他們這邊有什麼樣的美景跟特色 幫我們介紹一下好嗎 好 那芙蓉的話也是一個 屬於有山有海的一個 美麗的一個地方 那講到海 那大家第一個就想到沙灘 沒錯 是 還有海水浴場 對 所以最美的一個沙灘就在我們芙蓉 對 那是一片的一個黃金海岸 大家看到沒 黃金沙灘 我們從房間走出去 就是一片黃金沙灘 那個景致是非常地美 從房間直接走出去嗎 是 好棒喔 好享受 對 我們甚至在陽台就是 看著那一望無際的一個海洋 那是非常美的一個享受 非常美麗 對 那我們在國際的這個沙灘藝術季 好像今年有比較不一樣合作對不對 是 那大家也知道 在這邊重頭戲就是 我們的一個沙雕藝術季 那今年在6月9號到10月22號 是我們的沙雕季的一個開幕 那今年有所不同就是 我們配合迪士尼100年的一個週年慶 有特別不一樣的一個 藝術的一個沙雕主題 對 那這是非常非常令人期待的 那另外我們也知道說呢 我們在這邊還有很棒的溫泉 也幫我們介紹一下 沒有錯 那我們其實還有其他很多的 在一年四季當中有很多的系列活動 是 那我們7到9月還有一個生活藝術節 對 我們可以來這邊 可以野餐 放風箏 對 這是很棒的一個體驗 對 真的 然後回去再泡個SPA 沒錯 然後甚至 最近還有很流行的那個 SUP立獎 我們可以在海邊 我們站在上面看夕陽看日出 大家想那個畫面有多美 對不對 好像還有一個 晚上可以做的事情 對 我們可以夜訪殺蟹 那個螃蟹在海灘裡爬進爬出 然後我們帶著小朋友去一起玩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全家 很適合的一個親子活動 沒錯 還可以騎一騎自行車 真的是不錯 真的 好像我們還有連續兩年獲得 自行車的友善飯店 對 我們連續兩年獲得 自行車的一個友善飯店 然後我們特別進口了 就是國外的一個電腐車 就是讓大家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騎著自行車是很輕鬆自在 去欣賞我們周邊的一個美景 對 所以就是玩玩海 還可以看看山 對 就是有山又有海 對 那這樣子你們全部都包辦了耶 對啊 那我們是不是還有一些比較有特色的 像是福隆便當 福隆車站這些 沒錯 因為這山的部分 我們在福隆這邊有美麗的山景 比方說大家可以去草林古道 然後還有淡蘭古道 這沿途都有很美很美的一些山景可以觀賞 然後附近還有我們的毛奧漁港 大家可以去吃海鮮 然後雙溪老街 最後肚子餓我們再去吃一個懷舊的一個福隆便當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體驗 然後回到房間呢 我們可以泡一下全台灣唯一的海洋溫泉 對 泡下去之後 那整個是通體舒暢 然後皮膚是很關滑的 然後它有一個叫做美人湯的一個稱號 泡了就要變美女喔 真的 所以福隆他是一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白天晚上都值得來度假的一個區域 有的時候我們像放了三天的假期 對 可能想要出個國 想要遠離成宵啊 但是到你們那邊去 好像也是一個離成不離成的選擇 沒有錯 就是我們可以離開城市 但是呢 我們又可以說 在這邊能夠得到一個舒緩 跟平常城市裡頭不一樣的景色 又不用真的出國 對 好 那其實我們最希望客人離開 就是 不是幫我們房間整理好或怎麼樣 其實我們最希望的是 給我們辛苦同仁的一個鼓勵 那我們再講回淡水店好了 對 在淡水店這邊已經12年了嘛 聽說你們服務非常的貼心 那在服務的貼心裡面 一定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暖心小故事 那我記得有一個案例 其實我們後來自己同仁都感覺到很窩心 然後客人對我們的一個評價 那一天我也滿意外 竟然SNG車出了11台過來專訪 連線 那其實是一個小案例 就一個小小孩 他不是我們的房客 就在圓碼頭這邊玩 結果不小心跌倒了 撞傷額頭 流了很多血 然後媽媽第一時間不是叫救護車 是先把她帶到飯店來 那飯店剛好那時候 是一個非常Check in的一個時段 然後現在大概三點左右 那時候全飯店的所有同仁一發現 就通知我們有 休息人部有EMT1兩位 就是緊急救護員 馬上去幫小朋友 稍微處理傷口 然後一方面跟救護車這邊 直接對 然後二方面有一群人 就是服務人員拿東西給小朋友 這樣來安撫他的 包括這隻娃娃 這小朋友看到真的會轉移注意力 轉移注意力 那這件事原本是我們的日常 那後來這位媽媽 住附近的媽媽 直接在臉書上面謝謝我們 說通常他小孩子以前受傷 人家會問他說 是不是飯店的房客 可是這樣我們沒有問 而且投注一堆人 大家放下手邊工作 那剛好媒體也看到 那一天阿基斯剛好也在館內 阿基斯更心急 因為他小孫女就是這樣的年紀 所以其實在飯店裡面 我們已經養成一個習慣 來的不管大小朋友 都是我們的老客人 我們的客人 所以基本上我們用對待朋友的方式 那相對而言 這些溫馨的小故事 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在發生 那也獲得非常 客人非常高肯定的一個評價 那同時我們也是 一直在纏連在網路溫度記憶的冠軍 這是非常不容易 也都是客人對我們的一些好感度 是 不斷的一個提升 我覺得那些暖心的服務 到最後都會留在旅客的心裡頭 變成一個最美好的回憶 那我們再來聊聊說疫情過去之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之前疫情很煎熬嘛 但是現在整個國旅都復蘇了 但是卻發現了一個大問題 就是缺工啊 這缺工的問題你們現在聽說 連總經理都得自己親自下來 清潔整理房間鋪床倒垃圾 是真的嗎 那其實總經理去協助整房這件事呢 其實在休閒飯店而言 至少福翁體系而言 是我們的日常 是我們每位總經理的日常 因為休閒飯店的一個特色就是 淡忘日的差距非常大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利用後勤的人力 去支援前勤 那這有幾項意義 就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提振同仁的一個士氣 因為整個不分前後勤 代表整個飯店是非常團結 那相對的前勤同仁也會覺得很窩心 他也很放心說 沒關係我有後勤部隊 先來幫我解決掉前面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有在年度有多一個獎項 叫做超級資源王 資源的時數越長的話 我們到了一段時間會給予一些實質的表揚 比如說給他一個住宿券 或者是寄家獎 這些很實際的一個回饋 那第二個呢 其實總經理在整房的時候 其實像這樣幾百間房間 不可能每一間都會去 有時間去照顧到 那我們就會利用這種連續假期 非常尖峰的時候 去看客人退房之後 房況好不好 那有哪些必須要我們去即時整改 那當然呢 我另外一個功能也可以發現很多 默默打拼的同仁 基層同仁 那通常我那時候就會立刻做一些 獎勵的動作 以前我有時候會帶個小紅包 帶一點小紅包 不多 可能兩百塊 可是呢 就是遇到有一些 即時要獎勵 即時要表揚 可能他不是政治人員 他可能是兼職的 是 那其實這樣的獎勵之後 其實會把好的員工留下來 那前行單位的士氣也會比較 獲得鼓舞 沒錯 所以其實這是我們的日常 那在譚副總這邊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福隆店這邊 是不是也有一樣的情況 那你們在招募人才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應該說是誘因 我們的一個工作的場域 就像在度假 所以我們會期待 讓我們的員工 在這樣的一個度假氛圍 努力的工作 用力的生活 大家對這裡就會有一個熱情在 那總經理們其實對於每一項的活動 都會去親力親為的去參與 跟著大家一起去 不管哪一個部門缺人缺需要協助 都會積極的去參與 我想這應該就是一個團隊的一個凝聚力 讓大家都是樂在這份工作上 其實福隆他大部分 都是外地來的一個工作人員 在這個場域裡面 但是如果你覺得在這邊工作 就像在度假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工作熱情 他就會一直持續的在我們這裡 是很 大家都會很熱心的去參與 是 因為樂在工作嘛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才有辦法說做得長長久久 對 那我們也知道 剛剛開頭前面我有提到說 芙蓉不但在疫情期間 不裁員不減薪之外 現在回溫了 國旅又開始漸漸的復蘇 你們甚至還調薪了 調薪到百分之六 是的 可以幫我們講這一段 另外還有你們有什麼 其他特別的福利可以吸引人的 那我們在員工福利方面 不但調整了我們的一個 基本薪資以外 然後在員工的一個 住宿優惠 然後餐飲優惠 然後生日禮金優惠 對 都有 還有我們的三節的獎金 每到年終年尾 都有個績效考核激勵獎金 這個很重要 對 對 甚至遠道而來的 我們都還有一個宿舍 對 這針對我們所有 希望加入這個產業的一些 我們不管是我們未來這些 精英分子加入我們 就讓你看到 參與這個工作其實是需要很多的一個熱情 在這邊工作是很開心很快樂的 它其實是一個團隊的工作 你們是不是還有一個所謂的芙蓉學院 是 我們更打造了我們的一個芙蓉學院 我們針對芙蓉學院 我們有一個完整的一個精英招募計畫 對 我們會針對我們在學的學生 我們有學習模組 學習模組啊 對 我們有一個學習模組 然後還有一個精英模組 甚至還有一個儲備幹部模組 對 就是針對大家未來一個生涯 一步一步的規劃起來 你在一個部門實習 半年以後我們會再去調遷到其他部門 去做一個多元化的一個學習 未來在這個職位到達一個程度的時候 再往上去做一個儲備幹部的一個訓練 那這些儲備幹部 可能就是我們未來的一些總經理 對 是 做中學 學中做 然後還有機會讓你當總經理 是的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我一直都很想問的 是因為剛剛在跟陳總經理去談到這個問題 我才知道 同學們 你們知道嗎 我自己個人在去外面住宿的時候 我會想說我要當一個高品質的一個旅客 所以我會把這個飯店的東西物歸原狀 比方說我會把這個棉被鋪好 然後可能被瓶什麼整理好等等的 但是我在剛剛才知道 原來我把床鋪好這件事情 是造成他們的困擾耶 你們知道嗎 我好驚訝喔 為什麼 有些可能比較佛心的客人會幫我們把床單拉好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反而是增加我們的作業時間 因為我們龜毛條款是 直接不管這張床這些被皮有沒有人使用 一定都是做拆換的動作 因為國外曾經在義大利有一個 也是國際五星級飯店發生一個事件 就是有房客被掙扎到 就是他睡的床裡面有可能 無聊人士去放針在裡面 就被掙扎到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這個查房動作 這一組房檔根本沒有換 所以才會導致這種狀況 所以其實這個在一般 我們這種飯店而言是非常嚴格的去要求 那其實我們最希望客人離開 就是不是幫我們房間整理好或怎麼樣 其實我們最希望的是 給我們心苦同仁的一個鼓勵 可能哪怕寫一張記憶紙啊 那當然有些會給一些 從頭小飛之類的 那我們最近剛好兒童連假那時候我去整房 的時候發現一個非常貼心感動的一個畫面 就是我們有些房間會有樂高牆 積木牆 積木牆 那讓小朋友可以去做積木 結果我們在退房的時候去整理房間 看到螢幕非常感人的一個畫面 各位同學有看到這個是什麼字嗎 辛苦了 其實再累再辛苦看到這一個畫面 基本上都不累不辛苦 這就是對我們整個低線人員 對我們飯店人員最大的鼓勵 完全可以體會 好 那我們剛剛聽完了 兩位這麼精采的分享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在下一段回來 就要實際去看看 現場到底有多漂亮 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我要求一點 就是心情同仁一定要會玩 敢玩 愛玩 你本身不愛玩的話 你很難帶我們的房客去玩 所以要有一顆童心 歡迎回到請問老闆 哈囉 Boss 我們剛剛提到了這麼多 芙蓉漂亮的地方 不如我們現在就實際的到現場去看看 請看 房屋工作雖少與客人直接互動 但互留紙條相互關懷 字字句句也能讓人動容 回一些謝謝或是比較感人的話 我們也會覺得很感動 年輕人講求實在俐落 原期復起工作效率改革重任 只會提供給客人 更整潔乾淨的休息環境 現在年輕人的部分 他們就是比較願意去聽取一些 更新的一些知識 那就是大家也都可以一起 討論出一些更好的方案 然後再試著去執行看看 讓 看怎麼樣的效率 就是怎麼樣的工作的部分 可以提升一些效率 温柔親切的詳細說明 讓旅客感受暖心服務 長期第一線接觸客人 心已有滿滿的成就感 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 好像可以滿足不同型態的客人 來入住我們飯店 來到我們家一樣的感受 家是每個人的避風港 要讓飯店有像家一般的感受 定房與櫃台工作 不再只是行事 大嫂的房心嗎 雖然客人要求五花八門 有辦法做到的都盡力滿足 因為家一定要溫暖舒適 譬如說像有帶小朋友的 或者是飲法族的 或者是純粹是要來辦紀念日的 夫妻或者是情侶 所以我們在定房這一塊 對於客人的需求 還有一些可能常客的 他們的一些備註 我們都要特別的清楚了解 過年主席都喜歡來這邊 那這邊好好有親切 這一次他特別就是 幫他們全家人他的子女 一起來辦理這個入住 那同時我覺得也是想要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互動 讓我們就是介紹 我們給他的小孩子認識 讓他的子女都很放心說 我父母親常常在這邊住住是 您是可以放心的 那這邊的人也都對我們都很好 仔細消毒遊樂器具的每個角落 耐心教導運動器材的使用方式 陳軒不只要讓大家愉快 安全 更希望能為顧客多做一面 比客人提早想到 比客人提早想到的事情才是服務 而不是等客人開口來跟你說 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 歡迎你當成情人塔 情人塔塔到100公司 從各項室內設施到戶外的情人塔 休閒部主管範圍琳瑯滿目 雖然四處奔走 萬分辛苦 卻總有堅持下去的動力 其實我們一直覺得 保持熱忱跟熱情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可能會 時常遇到很多不一樣的客人 那我們就還是要 保持良好的心態 去面對這些事情 然後把快樂感染給周遭的客人 其實我們打掃的時候 就是比較貼心的一些幫他做一些 可能問他說 哪裡有什麼需要 這裡有什麼需要這樣 那種心態就是希望 讓客人覺得是 回到自己家裡一樣的舒適 希望可以用這些休閒活動 帶給小朋友美好的回憶 提供有溫度的服務 最能打動人心 若是你在旅途中 也遇上這樣的飯店人員 別忘了給他們一個微笑一個讚 幫他們加油打氣 好 真的是非常的讚 看到了這麼漂亮的飯店 然後還有這麼多貼心的服務人員 那我想要問一下 從事服務產業 飯店產業 你們認為有需要怎麼樣的特質的人才 特別適合 還有需要過有怎麼樣的經歷的人 會比較合適一些 剛剛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通常是服務在第一線的 就幫客人服務第一線的服務人員 所以一定要有喜歡跟人接觸的一個熱情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再來要有同理心 要比客人想到的更多 他們想要的我們都能想到 我覺得這樣是很重要的 另外要有一個正向的心態 除了正向思維以外 還要有一個正向的一個心態 才有辦法在這樣的一個 因為這樣的工作是我們的一個日常 但是對於每一位來這邊 場域旅遊的客人 卻是他獨一無二的一個體驗 由我們的日常來帶給他們一些回憶 這是我們必須要有的一個 正確的一個心態 而且要一直堅持下去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積極的一個熱忱 這是我們這個產業需要的 對 陳宗怎麼認為呢 我們這種親子休閒的飯店 我要求一點 就是心心同仁一定要會玩 敢玩 愛玩 你本身不愛玩的話 你很難帶我們的房客去玩 所以要有一顆同心 好 那我在想要告訴 可能現場有一些想要投入 這個飯店業的這些新鮮人 可不可以跟他們說 投入飯店業的話 還要有一些比較魔鬼的心理準備 比方說一定會遇到什麼事情 是大家一定要有的準備 這邊有一句話 我常跟同仁鼓勵 一句話叫莫急 莫慌 莫害怕 因為你一旦急了 你事情就做不好 你一旦面對到一些狀況 可能慌了 你也會有失你的水準 就是很容易情緒化 那客人情緒化是必然 可是我們不能跟著客人情緒化 當然不代表說 對客人去做一些 比較卑微的一些事情 一些動作 我們還是秉持著我們 就是一些服務的熱忱 然後冷靜去處理掉這些事情 所以莫急莫慌 莫害怕 那因為你一旦急了 你就會自然臉中 臉上去失去笑容 是 那通常 中國人有一句話 就是出手不打 笑臉人 是 基本上 我們在處理一些客數 通常就是很多客人都是 大家口中的奧客 基本上最後都變成我們的常客 因為他 他信服你 他已經信任你 你把他解決 把他這些習慣都解決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助記 因為客房系統都會有助記一些事項 那我們通常用比較正面的方式 去助記這些客人的需求 比如說他可能來 有哪些需求 基本上你把他事先準備好 基本上這些 他會覺得很高興說你有重視他 而不是說他一而再再而三 你們都忽略他 視若無睹 對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把這些所謂奧客 把他轉成我們的常客 是從業以來最大的成就感 真的 我發現通常都是這樣 在服務業 人家說得OK 但是只要說 你有去了解他真正的需求 你有去重視他 通常反而變得很死忠 對不對 那我也想問一下探副總 您在這一塊工作領域這麼久了 您認為說 你在這個工作裡頭 最大的成就感是什麼 成就感 其實就是看到 每一個客人 帶著愉快的心 離開這邊 對 就覺得這一天我滿足了 對 因為 不管在什麼樣的一個工作 挫折是難免的 對 那尤其大家面對的工作是 日復一日都一樣的時候 但是如果 如果就像我們剛剛看到客人 只是一個簡短的 謝謝你辛苦了 那種感動其實 真的是會忘不了 對 而且是激勵我們一直 就是在這個產業一直 積極下去的一個動力 對 其實對服務人員打氣 對這些飯店從業人員打氣 非常容易 就是幫他們寫一張小紙條 那就內心滿滿的感動 也把這些正能量 帶給身邊的人 或者你也可以因為這樣 獲得更好的服務喔 好 那我們剛剛聽到 兩位的分享之後 等一下現場 就要來捉對大廝殺了 我們等一下呢 請問老闆 終極的核心 就是要提問啦 然後還有我們的 現場面試大PK 稍後一下 馬上回來喔 他竟然在房間 所有他行進的地方 包括 可能浴室的 洗衣洗臉槽馬桶 接觸到皮膚的地方 全部鋪滿了衛生紙 歡迎回到請問老闆 又要來到了提問 還有緊張的面試環節了 馬上來看大螢幕有哪一位同學 林怡賢同學 林怡賢同學 哈囉林怡賢同學 我想請問 聽說如果有客人 把房間弄得亂七八糟的話 會被列入黑名單是真的嗎 然後 那如果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你們會怎麼處理 謝謝 這個應該有很多很誇張的情況 可以分享對不對 那舉例我最近在 應該在過年年假 我們發現一個房間 特別誇張 那就是 因為可能是疫情關係 所以 加上這個客人 可能在清潔潔癖上面 特別嚴重 他竟然在房間所有他行進的地方 包括 可能浴室的 洗衣洗臉槽 馬桶 接觸到皮膚的地方 全部鋪滿了衛生紙 那整個房間就非常可怕 包括叫了一堆的外送 那 通常這種狀況 我們如果沒有達到一個 真的實質的破壞而言 我們是 會在 在客房做一個主機 但不 不見得一定會拒絕它 那另外呢 倒是有些 有些狀況 我們在定型化契約裡面 會有規定需要額外付費的 比如說最常見的是 抽煙 現在 煙害防治法規範以後 只要在房間內抽煙 我們會加收費用 包括特種清潔費 要把煙味去除 第二個 在這一段時間 沒有辦法賣房的這個房價 也會轉而跟這位客人來求償 這個是求償得到的 那第二個就是有些狀況是 比如說 通常喝酒宿醉 然後嘔吐在床上 這些會有特種清潔費 因為這些 這些狀況都要特殊清潔 包括吐在地毯 這些在 在定型化契約 就是旅客入住的時候 裡面都有 相關的一個規範 這些是 可以直接跟客人求償的 那我這邊想要再加碼一個 就是剛剛跟兩位有聊到 因為在疫情期間 有很多的一些客人 顧客 他們可能為了衛生著想 所以他們會噴灑酒精 在一些木座上面 這些木頭就會變白 那是不是你們其實已經會做好消毒 不需要再特別去噴這些酒精 來破壞夢作了呢 那通常我們在防疫期間內 除了一般的消毒 加強消毒之外 我們在交房前 在比如說三點交房前 在兩點半完成之後 我們會把所有房間拉黑 包括燈光 包括窗點全部拉黑 我們會用 比較物理性的殺菌方式 就是紙外線燈 進去做清潔 那確定 確定一點不能用臭氧 因為臭氧對人體是有害的 所以我們 當然臭氧可以消毒異味 可是我們 最近都是用紙外線消毒 或者是用 一些比較健康的一個消毒方式 所以 遊客進駐以後 其實這個房間是乾淨的 千萬不要拿著酒精到處噴 因為很多木座的 很多毛玻璃 一噴就會霧霧的一片 那需要特殊的狀況 再去把它處理 重新上漆 哇 這個不講 真的是不知道 好 接下來我們馬上有發問的 第二位同學 請看大螢幕 林俊逸同學 我想要請問一下 在飯店工作讀餐飲相關 科系不會比較吃香 然後還有飯店會為我們提供 實習的機會嗎 當然 從事相關餐飲科系 是有它的優勢在 基本上它在學校已經 經過一些基礎的訓練 概念上也都比較好 觀念上也都有 可是不見得是必然的 那這是加分項目 那第二個實習的部分 是常態性的 我們現在其實跟 北部 或者一些大專院校的相關科系 都有一些實習名額 那在福隆體系上面 還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也算福利 通常你如果實習完之後呢 或者錄取我們的正職人員 這些實習的時數呢 我們是列在你們的年資裡面 也就是說 可能在你假如說實習一年 你一入職就有七天的特休 好 那我們剛剛聽了 這麼多的這些福利 一定相信已經有很多人 越越預示了 我們現在就要來到 現場面試環節 哇 非常的緊張 我們現在要來邀請我們的 機會跟命運同學 是哪兩位同學呢 一起來看大螢幕 好 首先是我們的 醒無科技大學旅運管理系的 洪真秀同學 另外一位是 游姿穎同學 好 我們先請機會同學 洪真秀同學 來為我們做自我介紹 總經理好 副總經理主持人好 我是洪真秀 我目前就讀行武科技大學旅運管理系 也是系學會的成員之一 我覺得我對團隊合作上面 是非常的有經驗 也很善於溝通 主動積極地幫助大家 然後在就學的期間 我有考到國際禮儀的證照 所以在街道還有禮儀的這個方面 也是有相當有經驗的 然後也有在餐飲服務業 也有擔任過就是四到五年的經驗了 對 所以希望就是可以錄取 然後用我的所學還有經驗 就是幫助貴公司 謝謝 好 我首先問一個 妳喜不喜歡小朋友 喜歡 就是在工作上面其實 也會遇到很多小朋友 然後也都會就是主動地去幫助他們 剛剛同學好像沒有提到語言的部分 那想了解一下妳的語言的部分 語言的部分的話就是還在精進中 就是還是會努力地去學習 然後也很積極 非常好的一個心態 因為我們面對 其實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個旅客 在語言方面的一個進修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歡迎代表命運的 尤姿穎同學 面試官好 主持人好 我叫做尤姿穎 我目前就讀於 信武科技大學的旅運管理系 然後我的專長 我的興趣是服務他人 然後我又用一顆積極熱忱的心 然後我擁有不少的餐飲的服務經驗 所以對於服務有著極大的熱忱 並且在職場中 學習到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呢 在我的工作的經驗之中 去服務還有知識 並且的去學習跟成長 謝謝 兩位都掛著非常漂亮的微笑 我看得都覺得好溫馨的 很溫暖的那種感覺 很親切 那您有沒有問題 想要問我們這位同學呢 對 其實從事服務業這一行 其實我們不像一般的上班族 是朝九晚五 因為我們服務永遠是在第一線 我們面對客人所提供給予的 我們的一個 這是我們的工作職能的時候 很多刻板化 刻板的東西的東西 需要先把它放在一邊 然後在我們服務的過程 讓我們的客人開心之後 很多東西 它你的經驗是累積的 最後一定會回饋到你的一個 職能的一個提升跟進升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工作職能的一個心態 對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是要問他說 願不願意接受輪班嗎 是的 因為在這個產業 是非常需要有不同的一個 時數的一個調整 非常的願意 然後依公司的配合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陳總經理 請發問 我問資穎一個問題 妳在投入這一行 這個產業 飯店這個產業 有沒有對未來 比如說 一年後 三年後 五年後 當然短中期的一個 希望達到的一個目標 不管是職務也好 經驗也好 甚至待遇也好 妳有沒有有一些想法 未來的目標是可以進到航空業去服務 對 旅客 好 那今天呢 我們現在面試到這邊 那接下來請兩位心裡頭 想著自己喜歡的人選 那請兩位同學上來 到我們的台前 那也請兩位我們的副總還有總經理來到台前 機會跟命運要到來的時刻了 非常的緊張 那今天我們的譚副總還有我們陳總經理 兩位請選擇 機會跟命運 你們選哪一位呢 我可以兩位都選 因為很難抉擇 很難抉擇 對 真的選不出來啊 真的選不出來 兩位都很優秀 當場錄取是不是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他們的優點是什麼 基本上他們已經符合進到飯店的 在儀態談吐上面 還有整個面容表情 因為我剛剛在聽他們闡述一些 在 因為飯店業就是要跟人溝通 那相對兩位同學 基本上在溝通這一面 基本上每一個客人看到他們這樣的一個 溝通模式基本上就是PASS 所以這是我們跨入這一個產業 已經達到錄取甚至優選的一個條件 所以我真的比較貪心一點 好 那接著下來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看的企業或者是品牌 想要提問的 都歡迎來到我們請問老闆的粉絲專頁上 來提問囉 那我們請問老闆 每週六晚間八點鐘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今天